秦儿呢 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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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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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出来了 晴儿 快谢过孟组长 是他为我们打开了解析 子晴 多谢孟组长 可是我孩子 你伤力太重 来 坐下 请问四殿下 你的母亲 叫什么名字 我母妃姓孟 明婉约 多年前变一故事 殿下有所不知啊 你心口上的节节风印 只有我女儿 才会得守法呀 您女儿 我女儿正是名唤孟婉约 你是她的儿子 那就是我的外孙啊 约约是我们孟族出类拔萃的节界师 我本想把衣钵传给她 后来她离开了孟节岛 没想到竟嫁到了天阙 外孟军北约 竟是我的亲外孙啊 外孙军北约 见过外公 起来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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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在她心口上布下封印 我想啊 这是在她母亲当年为她留下的银 银是节界的术语 若是把银布在你的身上 就会确保你受到外力伤害之时 护体 雇员不伤根本啊 我没猜错的话 你曾经受过重伤 若不是这个银 恐怕你早就无力回天了 殿下确实受过重伤 九死一生啊 不过最终还是痊愈了 这银还有一个用处 引到周围出现结界 当结界的入口发生变化时 就会顺势引到你的身上 没想到你我祖孙二人 竟以这种方式相见 这都是老天对我孟族后人 衰微的格外开恩啊 从此以后 你多了一个亲人 你也是啊 嗯 其实我一直相信 你肯定会来救我的 你给我看看 郡北渊 你答应我 以后不论遇到任何事情 都要爱惜自己 知道吗 我答应你 我可以抱抱你吗 一个人在里面 有没有害怕 我才不怕呢 你可没心没肺的 有你在 我怕什么 我会一直保护好你的 郡北渊 别丢这么好 你这样 我会不忍心离开的 就是 好复杂 娘娘 这是给您做的红枣茶 暖身子的 殿下 这是给您做的参汤 放下吧 有心了 来 喝一口 来 殿下 进 殿下 娘娘 百里公子晕倒了 云倒了 我是金椒 金椒早在几十年前就灭绝了 自我记事起就没有经过我的族人 知道这个事情的 只有常年有事没有别人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朋友不是不应该有秘密的吗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殿下 娘娘 方才顾太医给白鸡公子吃了药 吩咐说公子会变得失睡 奴婢担心公子夜里着凉 给他夹了床被子 也会整夜守在公子身边 请殿下娘娘放心 十两 真是辛苦你了 我不在的时候 也多亏了你照顾殿下 这是十两分内之事 只怕十两愚笨 没照顾好殿下 以后 你好好地照顾王妃就是了 让她休息一下 我们先回去吧 嗯 红衣不在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招呼十两 我有你就够了 你这句话 听起来怎么这么肉麻呀 什么意思 肉麻 当年是我炸死离宫 丢下了北月 是我这个当娘的对不起的 您当年 为什么要炸死啊 这件事说来话长 当年我年轻气盛 与北月的外公发生一些争执 便负气离家出走 随后我浪迹江湖 行至天阙 被外出狩猎的天阙王看中 便嫁入了天阙王宫 生下了北月 我虽离了家族 心中却十分惦念 一日宫外突然传来口信 说是孟族出事了 家族遭难 我岂能坐视不理 但我在宫里的位分地 入宫时又隐瞒了南昭孟族的身份 此时根本无法出宫 没办法 我只能丢下了北月 炸死离开 谁知路上竟遭人路劫 原来孟族遭难的消息 根本就是内人编造出来的 他指我孟族身份 想利用我的姐姐 数为他作恶 我抵死不肯 他便将我囚禁了起来 这一关 竟是二十年 那个人到底是谁 他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他总是黑金蒙面 我从未见过他的真面目 直到前几日那人再也没有来过 我才趁机打晕了送饭的人逃了出来 北月 娘对不起你 当年你还那么小 娘就丢下你 我真的非常后悔 离开你的每一天 娘都在想你啊 北月 你能原谅娘吗 你不是过来劝我们吗 不是啊 我不擅长这个 心情 我没有什么体会 毕竟我是个孤儿 我的意思是 在相府 我就像个孤儿一样 其实 我挺羡慕你的 不是所有人 都有势而复得的机会 这一事是 我真相纏的 我的眼線 你老是 我已经是个孤儿了 我公子 我若是 你老是 我老是 你老是